台灣中科院之前開始進行新一代戰機的設計,原本預計在2024年結案完成。 中科院規劃新一代戰機將會採用內建彈艙,強化戰機的影響效能,彈藥攜帶量比現在的戰機增加,亦都配備台灣自製的新型主動戰力雷達,主動式電戰系統。 為了強化新一代戰機的戰力,以中科院的規劃目標,新一代戰機將會以內建彈艙方式配置增程型天劍二型飛彈,改良型天劍一型飛彈, 而且可以視制海或對地攻擊任務需求,配置空射型紅二反艦飛彈或增程型萬劍彈。 在發動機方面,中科院在2014年展開了積履星計劃,在2023年結案,在12項技術方面卻得踏破。 不過,積履星計劃仍以京國號的F124發動機為基礎研發。F124本身就是低推力的發動機,除了京國號之外,其他使用F124的都是教練機,如意大利的M346。 所以,在F124的基礎之上再改良的發動機,都不可能滿足新一代戰機的需求。 所以,在2022年開始傳出台灣想採購F18戰機所使用的通用電器F414發動機,作為下一代戰機的發動機。 台灣西一代戰機由中科院擔任主合約商,再由漢祥公司做次合約商。 原來的計劃是在2029年同時生產9架戰機,以作為各項評測所用。 但受到兩岸程序越來越嚴峻,研製下一代主力戰機就不可以再等,所以計劃修改為2026年生產6架戰機。 空軍以303計劃專案小組提出最新評估案,戰機核心的發動機採外購方式。 整個戰機研發計劃即將在2023年啟動設計第一架原型機。 在2025年之前,原型機可以公開亮相。 在2026年就可以生產6架原型機的計劃來看。 這算是非常進取。 一款高性零戰機,就算像美國那樣的航空強國, 都根本不可能在3年內從設計到建造幾架原型機。 更加不要說是台灣。 台灣可以做到這一點的唯一可能就是, 新一代戰機的設計大部分是基於成熟設計, 也就是美國的大力援助。 從表面上看,台灣下一代戰機的要求比韓國KF-21更高, 包括自製機載、主動陣力尼達和內置彈艙。 台灣要達成這些完全的五代機標準, 難度非常高。 所有人都明白, 台灣研發戰機一定要有美國的技術支持。 如果有人說台灣研發戰機可以擺脫對美國的依賴, 就非常搞笑。 因為不要說現在的台灣下一代戰機, 韓國的KF-21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, 也根本不可以成事。 如果按一個正常的戰機研發計劃來看, 台灣自己研發的下一代戰機根本是不值得的。 台灣沒有可能向外出售戰機, 現在下一代戰機最多代替大約130架左右的京國號, 和60架幻影2000, 即大約190架。 這個產量再攤分研發費用, 每架戰機的費用真的非常高。 一般來說, 如果按不對稱戰力, 台灣空軍所佔的比重已經是太大。 與其花大錢研發一款性能比殲20X的戰機, 倒不如將這些資源買多些各種射程的防空飛彈和反彈飛彈更實際。 不過,台灣有不少空載武器, 像天劍系列空對空飛彈和萬劍彈, 即是可以靠自製的京國號發射, 不可以整合到美製的戰機上。 所以,除非美國開放美製戰機整合使用台製武器, 又或者台灣放棄使用自製的空射武器, 如果不是,台灣遲早都要為京國號研發後計機。 以中科院現在就在台灣下一代戰機計劃訂立的時間表來講, 就是非常進取。 加上美國近年以軍售推動台灣向不對稱戰略轉型。 如果美國不認為自製戰機對台灣有利, 根本就不會支持這個計劃。 這樣來看, 很可能美國會積極支持台灣自製戰機, 透過輸出成熟的技術和設計去降低台灣的研發費用和時間。 這樣就算台灣是研發一款新戰機, 所需要的費用都不會太高。 如果在美國的支持之下, 台灣可以用低成本研發下一代戰機, 那將會對戰力有正面的幫助。 如果不是, 耗費具資訊研發一款, 採購數量有限。 性能比不上千二十或千三十五的戰機, 就根本是浪費資源。 好多謝大家看完我的影片, 如果喜歡, 記得按LIKE, 分享給朋友和訂閱我的頻道。 我已經開設了Youtube頻道會員功能和Patreon,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 我們下次再見吧!